大家好 我是Toby 你们听说过德国是垃圾回溯冠军 我们的垃圾桶比人口多 我们分垃圾不仅要分类 还有自己送到垃圾厂 而且还要交钱 那么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分垃圾 分得这么好 这么好 但是德国平均垃圾还是越来越多 在德国一年每个人有差不多500公斤的垃圾 现在35年我爸爸很喜欢吞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我估计包括很多的垃圾 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 有这个责任帮他回收垃圾 所以首先我们找一下可以分类的垃圾 这些塑料的垃圾都可以免费扔掉 所有的都可以免费扔掉 啊 这是从我的安häng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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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买这么多的轮台 轮台要花钱的一个没有绿子的要2块5 有费个的 要8块7毛5 这个垃圾没有 啊 OK 来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洗手机 洗手机 这个垃圾就是免费的 洗手机要送到垃圾天麦场 水管是不是要和这个瓷去分开了 对对对 要分开了 这个是无锈钢 啊 你可以用 可以用 可以用 这啥洗手机吗 洗手机 我认为它还要用它 我认为它还要用它 我认为它是搅拌的 全部都可以免费 我认为如果我们建设它 我们建设它可以免费 OK 不可能 很可能 之前还要洗干净吗 蛤 蛤 我认为它是搅拌的 它是搅拌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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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完美的 哇 那是完美的 1962年 那是完美的 可以可以 可以 一路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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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 一路了 这一路了 我现在就要 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开,如果我们再使用它们呢? 这,这些图片 《Beethofen》,《Klavierkonzert》第五 全是在网站上的网站 我认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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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识 我认识,我认识,我认识,我认识 我认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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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识 我认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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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念识 是不是 你的同事 我认识,不讆识,我认识 我认识,出了一路 在沙楼上面有沙楼上 我认识 你能把手抬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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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怕,你不看我了 如果有阿克力均塌 我可以和你一共用 你可以拿到 像是一般的洗手機 但你不保持住嗎? 不保持住嗎? 這盒是十萬元 天啊,我放在樹上了 好,出发吧! 我听说过,在上海2019年,垃圾分类特别特别流行 那你们总知道现在怎样? 如果你们住在上海的话,还是你们有一个住在上海的朋友,欢迎你们给我分享一下 好,我们快到了 四人来人,工作人员大概估算了一个价格 共用大卡车,会双重来计算价格 这个滑板车看起来不错 哇,但是在垃圾场点东西是违法的 好,要不要 这个滑板,这个滑板,是要掉 这滑板,拔掉 好,一辈! ف 多可 nein 看来没有对 无法 对 杜料的东西都要冲在这里 这个怎么会用的 第一个是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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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来说 德国人确实很喜欢分垃圾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 我只要把垃圾分类做好 我认多少垃圾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生产太多的垃圾 所以我们的平均垃圾量越来越多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记点赞 收藏 转发 爱你们呢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